安全 起腿好 起腿好 好 食肖boys 好帅 soll 姆将军 rapture 没事吧 甆将军 没事吧 但怎么弄成了 这样 fy 那么好 沈姑娘 要躺 别躺在这儿 躺到我仗子里去 好香啊 自从打了仗以后 我还没摸过女人哪 我还没摸过女人 是啊 你敢打我 你个臭丫头 这算了吧 将军 李将军 李将军 你个臭丫头 老子睡你 这是看得起你 你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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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打你打你打你 来吧你 住手 三将军 摄姑娘 你怎么了 李仪 你这是干什么 难道不懂军规吗 什么军规啊 她又不是你的女人 来人 在 把礼仪给我押下去 走 走 敢 刘秀 我和你哥哥起事的时候 你干什么了 你凭什么关我 凭什么关我 摄姑娘 天柱将军 天柱将军 你有事找我 殷小姐 刘衍 求殷小姐的事 其实并不难 天柱将军 有事尽管说 小女子能办到的 一定尽力 那就好 刘衍求殷小姐 离开我三弟 离开万城 殷小姐是个聪明人 我想应该知道 我为什么说这话吧 天柱将军 小女子不明白 我三弟 从小是我把她拉扯大的 她想什么我都知道 她可以娶别的女人 但是娶你 不行 因为我是殷家的女儿 因为我哥哥和爹爹 曾经帮过王莽 可 我和文书的感情 与此事无关 可这会影响文书的将来 将来 对 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 但是 你不能告诉我三弟 你知道我三弟 将来会是什么吗 他会成为大汉的皇帝 也许过不了几天 我就可以让他当皇帝 但是他娶了你 那就完了 蛇姑娘 你怎么了 怎么回事 大哥 刘凤 你先扶蛇姑娘到后面休息一下 大哥 李懿她又喝酒了 而且还欺负蛇姑娘 我把她给关起来了 关起来 你 丽华 你这是怎么了 文书 我没什么 我去看看蛇姑娘 大哥 这 没什么 你啊 现在跟我回兵营 大哥 我 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 你怎么可以把礼关起来的 走 怎么会弄成这样 嗯 花君 小花 你们先回去吧 我来 蛇姑娘 你从蟒军大营里救我出来 我还没来得及谢你呢 刘绣呢 他怎么没来 文书和天助将军先回军营了 是你让他回去的吧 嗯 听文书说 你救过他好几次 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 那一定是我上辈子欠他的 就像他欠你的一样 不是吗 那 你一定恨我 是 我是恨过你 就在蟒军大营我救你的时候 我还在恨你 真的 我看到 他把你拉到了马背上面 你们俩靠在一起 当时 我真的好后悔 我去救你 是怕他没本事救出你想不开 他还欠我一间酒店呢 若是他死了谁来陪我呀 你真的喜欢文书 那有什么用 他跟我说 这辈子除了你 谁也不会去 就算我对他再好 那又有什么用 有用的 还疼吗 来 我帮你把伤口抱好 舍姑娘 以后你可一定要照顾好文书 他这个人 只想着别人不顾自己 你怎么了 没什么 你去哪儿 刘衍今天找英丽华 好像有什么事啊 你会 我可知道什么事 什么事啊 刘衍要是来 他肯定能把英丽华给轰走 今天你没看见 把刘文书和李懿都得罪了 咱们的机会来了 机会 你是说要劝表的事 李懿 是咱们要找的人 等着桥过不了两天 他们就得打起来 打起来 哥俩打起来 那比动刀子还狠呢 我 打起精神 哥俩眼睛快点牵着 走好一点 怎么搞的 这里没有 熊平起来 哥俩不是 向前 向前 停 权队已经变后队了 大哥 前进 你看看 这练的叫什么兵 快点 跟上 后队变前队了 错了 知道错就好 后队跟上跟上 偏短喝酒玩女人 能带好兵吗 能好 是 有事啊 可 哥 有句话啊 我还不知该说不该说 什么时候学会客气了 说嘛 人家都说书不见轻 这事我也考虑了很久 可我想事关大局 还是告诉你 有话就直说 大哥 你看 这是 新市平林和下江三个营将军 写了一个劝表 他们说三将军 要拥戴三将军做皇帝 他们都说三将军比你能干 比你公平 什么 兰箱分粮 收复晚成 还有金鸡灵解围 这东西你从哪儿得到的 这 这是我手下一个弟兄 他们经常去绘老乡 他们看到这个东西之后 就偷了一份 为了买我好就交上来了 大哥 这 这把你往哪儿摆啊 大哥 你别生气 这件事啊 不要对任何人说 我真不知道大哥是怎么了 李仪做出这么见不得人的事 大哥居然放过他 你现在满脑子都是阴小姐 好多事自然想不通 你忘了也许过几天 就真的要推举皇帝了 不是说先不推举吗 平林和下江两营的人越来越不像话了 前两天为一个女人都打起来了 眼下这种局势只有推举一个皇帝 才能把咱们这四营的人马统一起来 汉军的人本来就不多 礼仪又是元老 在这种时候 大哥自然不会对他怎么样 现在推举皇帝 时机太早 我要去劝劝大哥 不行 大哥还在生你的气呢 你现在去那不是火上浇油吗 三将军 蛇姑娘 你怎么来了 伤怎么样 你怎么还在这儿 殷小姐要走了 丽华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丽华 为什么呀 为什么你要走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怕 我怕看到你 我就会改主意 丽华 三舅 这是丽华仪让我交给你的 是大哥 是大哥逼你走的 不 是我自己要走的 温叔 天助将军对你满怀希望 你可千万不要辜负了他 我要去找我大哥 温叔 你们都在啊 贾先生 我大哥在哪儿 我要去找我大哥 你要找伯生兄 温叔 你看看这个吧 这是怎么回事 贾先生 我 这是伯生兄 交给我看的 温叔 什么也别说了 我想这绝不是你的主意 这是谁干的 肯定有人捣毁啊 我过去 也是对伯生这么说的 可是你知道吗 他多少有点相信了 我去找我大哥 温叔 温叔 是不是有误会 丽华 误会会说清楚的 我投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哥 我做错了什么吗 你没做错 做得比我好 开仓阵梁 安乡分梁 收了藏公他们 结了金姬岭之围 大哥 你听我解释 我 我是你一手拉扯大的 我是大哥如父 大哥 我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 你还记得 咱俩是一乃同胞吗 有什么话你不能亲自跟我说吗 你 你让他们来告诉我 大哥 大哥 我没有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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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叔 文叔 天主将军他 文叔 博生他 贾先生 我是不是应该走开一下 没有大哥就没有我 我不想让他因为这件事而难过 再说 从启示到今天有这样的局面 都是大哥一手打出来的 如果能有兴旱之日 这皇帝也应该是他的 文叔 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什么误会 我从来没想过要当什么皇帝 可是大哥 不相信我 文叔 那咱们要再想想办法 我想最好的办法 是我走开一段时间 你们保大哥登上皇位 那个时候我再回来 贾先生 你不是说咱们应该联络一下赤梅军吗 我去 文叔 你不能走 我想 天主将军也许是 要以大局为重 只要大哥能驾驭全局 兴旦 兴旦大业就有望了 李华 你不要走 一定要等我回来 文叔 你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把殷小姐给你留下来 多谢贾先生 谢什么呀 文叔 让您受委屈了 来 起来吧 文叔 你这一走可要小心呀 你放心吧 有邓宇陪着我呢 山姑娘闹着要跟你一起去 你不带上他 还是让他陪你吧 我已经跟他交代过了 山影中 藏宫这个人 为人是最实在的 如果真有变故 可以先拉住他 我想他也许还会帮助韩军 三将军 马都备好了 邓大哥在前面等你呢 山姑娘 丽华就拜托给你了 你就放心吧 告辞了 什么人 别追了 你怎么样 刺客是什么人 邓宇啊 别管了 咱们还是赶快走吧 否则的话会结外生枝的 文叔 你要当心呢 舍姑娘 拜托你了 邓宇 咱们走吧 哎 你说得差点坏了我的大事 你这一动手 刘秀走不了 我怎么当皇帝啊 我当不了皇帝 那尹丽华 你能弄到手吗 我杀了刘秀 尹丽华就是我的 你杀了他 他们一起玩玩 这 刘秀现在去哪了 你别管他去哪了 郑阳天 你哪都别去 我还要你去办一件天大的事 什么事 拿玉玺啊 这是文叔让我交给你的 文叔和邓宇 他们已经走了 走了 去哪了 他们说要帮你去联络一下赤梅君 说等你当上皇上之后 你的手下不是多了一堆人吗 博生啊 文叔这也是用心良苦啊 在这个关键时候 他不想被别人抓了空子 更不想让汉军大权落在他人之手啊 博生 我和文叔都认为 此事是有人挑拨离间 你想他去找你 你又不肯信他 所以他只要一走 来证明自己啊 来人呢 在 把三将军追回来 是 李 这东西到底是谁给你的 大哥这 你喝酒 玩女人 我 我看在咱们一起出生入死的份上 不说什么也就罢了 可你干嘛用这个东西来理解我们兄弟 大哥这这确实是他们写的 我不信 我以后再也不会信 从今天开始 这大营里的事不用你管了 大哥 你坐 你妈呢 你不相信老子 老子还不伺候了呢 我跟他说 走 别住啊 来来来 来 这是金鸾殿 皇上该上朝了 谁当皇上啊 我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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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算什么 你们是姓刘吗 姓刘才能当皇上呢 刘盆子能当皇帝 他爹是侯 祖宗是锦王 皇帝 皇帝 我不当 谁让你姓刘呢 快坐下 我是大司马 请皇上降旨 你的头 你的头到这边来 到这边来 大司马 孙子才乐意当皇帝 刘盆子 你往哪儿跑 刘盆子 不当皇帝 刘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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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皇上的名字谁不知道 我问你 你知道有个叫樊崇樊三老的人吗 我姐不让我说我知道 樊三老是她姐夫 谁说呢 我姐还没同意呢 我听说老是 姐 姐 姐 盆子 瞧你这一身呢 牛呢 又丢了 有人找樊三老 给你 就是他们 你们 你们是 在下 南洋刘袖 拜见樊三老 好 看见了没有 要练武 就得像这个样子 樊大哥 樊大哥 你看 有人找你 你们是 在下 南洋刘袖 这位 是邓宇 刘袖 你就是那个在长安行寺往往的刘袖 听说你们不是在河南吗 全被他们打败了 在下是奉汉军天助将军之命 特来联络樊三老的 来 丈母 你们把我找来 到底要干什么呀 等会儿 你就知道了 好 你得进来吧 你看 进来 是 进来 我说 程兄 王兄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沈公兄 你要我们送的劝表 已经送上去了 可刘文叔怎么走了 这刘袁也太霸道了 连自己的亲兄弟都不容 真要是让他当了皇帝 还有咱们的好日子吗 刘权 这两天 汉军营的人总在我们这边拽悠 我看他是不怀好意 你说说 这可怎么办啊 我让你们上劝表 那是为你们着想 我刘璇的心苍天可见的 可是刘衍呢 我这事儿没办明白 沈公兄 我们不是怪你 可你得替我们想想办法呀 想什么办法 大不了咱们跟他们翻脸 咱手里的家伙 也不比他的软 这好好的 怎么就说上打了 你别以为那姓蛇的妞找过你 你就怎么着了 我告诉你 蛇赛兰也是刘袖的人 就连李懿想动他 都被关起来了 这跟蛇姑娘有什么关系啊 藏公 你要是重色牵有 你就走 这没那事儿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别别别别 今天能有这样的局面 那都是咱们大家伙拼对性命打出来的嘛 都是自己兄弟 谁都有功 谁都不能走 这事是我惹的 我找刘衍去 大不了跟刘文淑一样 我走 那可不成 你要走了 我们这些兄弟怎么办 那你们这么吵 你叫我怎么办 来来来 大家都坐下来 好好的商量商量 商量个屁 反正不能让刘衍得偿 你们来找俺 是要让俺跟你们一起去打仗 樊三老 汉军启事是为了繁忙 赤梅军不也是为了繁忙啊 那不一样 你们是为了自己的祖宗 俺们是为了吃口饭 再说 俺这些兵都是山东人 现在待在这儿是没办法 缓过这口气来 总得往老家打呀 打到了老家 又能怎么样呢 过好日子呗 莽贼不灭 谁能过上好日子 就算你们打回老家 官府还是一样欺诈百姓 鱼肉相礼啊 我看哪 哪朝的衙门都一样 这饥荒又不是只在新朝才有 过去大汉的时候那百姓不也照样是饿肚子吗 是 可高祖创汉之时 国泰明安 人丁兴旺 当朝如有明军 才是百姓之福啊 汉军繁忙兴汉 就是要像高祖那样重建盛世 你这么说全都在理 可就凭咱们这点人 能把天下打起来吗 好 莽贼势大 靠一两支义军的确不一 可大家要是合在一起 就大不一样了 樊三老 如果汉军和赤梅军并肩作战 岂不更好吗 这 那问问弟兄们 来 喝酒 三将军 喝酒 来 来 邓娘娘 温叔 看样子 樊重是不愿意跟咱们走 他跟不跟咱们走 倒没关系 我是希望赤梅军 能成为汉军的帮手 你想想看 他们要是和咱们统一行动 那蒙军就不得不多面应战 对汉军对赤梅军都有好处 我看还是算了吧 万城外内三营兵马 已经够闹的了 要是再加上赤梅军 恐怕更乱了 乱与不乱 全在咱们自己 大哥若是对他们礼让些 藏公张某这些人 还是可教的 汉军终究是正宗 总不能什么事都听他们的吧 温叔 这两天我一直琢磨 那个蒙面人到底是谁 会不会是蟒贼派来的 要是蟒贼派来的人 应该对大哥下手才对啊 李华姐 李华姐 我看过了 贾先生在房子周围派了很多人手 真是谢谢你 我一个女人家有什么好怕的 劳力这么多人看着 话可不能这么说 万一要有什么差池 三将军回来了 我们可怎么交代呀 你在干什么 是在绣花呀 你看好看吗 怪不得她这么在意你 都怪我娘死得早 除了卖酒什么也没教会我 我教你呀 来 你试试 伤手没有啊 没有 绣花急不得 来 不学了不学了 我这个脾气啊 学不了这个 对了 丽华姐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仇人 仇人 我一直在琢磨那个蒙面人 她的剑法 我好像在哪见过 是她 谁 吴焕 吴焕 一定是她 在长安的时候 我和她交过手 她的剑法 我认识 她还敢来晚城 那她 会不会还要对文书下手啊 那都未必 如果真的是她 她来的目的 是为了找你 我 若是因为我连累了文书 这可怎么好 不管怎么说 得马上禀报天助将军 全城搜查 一定要把她找出来 程将军 程 程将军 出大事了 出什么事了 出大事了 这刘衍在城里头啊 折腾了一宿啊 加一户在搜啊 我也不知道搜什么 一宿没敢喝眼啊 这不一大早就跑来了 跟你说这事来了 他们想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啊 干脆咱们走 不能走 盛工兄说得对 这城啊 也不是他们汉剧打下来的 凭什么给他们呢 咱们走 对 要走 也是他们走 别动火 都别动火 大家和在一起不容易 要是拆散了 那不是白忙活了吗 那你说怎么办 依我看 我还是先找刘衍谈一谈 那可不行 万一他要是把你扣下来 我们这些兄弟怎么办啊 不会不会 再怎么说我也是他堂兄啊 他连亲兄弟都不认 还认你这个堂兄 不会不会的 你看各位兄弟 是在帮我们刘家繁忙兴汉吗 我这个刘家弟子 总不能看着你们不管啊 要去咱们一块去 大伙把兵调到丞相 他们要是敢翻脸啊 咱就动手 对 就这么办 刘衍不是想当皇上吗 咱们就不让他当 那叫不叫上藏宫啊 别理他 咱们平林加上下江的人马 也不比汉军少 老弟 你留在城外 调动两队人马 我们陪盛工兄 进城和他们乱脸去 大哥 平林和下江的人马 离开大营 往城下来了 什么 李通 那新式的兵呢 没跟他们在一起 邓臣 你火速回营 命汉军随时听令 得令 走 少姑娘 你去找藏宫 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是 李通 在 你去传令 命平林和下江的人马 即刻回营 是 慢 通知吉阳的陈将军 让他带领人马 速速赶来完成 是 报 程将军 张将军和王将军 要见天柱将军 他们 他们要干什么 伯盛 来者不善 你可千万要暂起忍耐 刘璇 没想到你会跟他们在一起 你没想干什么 伯尚 别误会 他们是有些事想找你商量商量 商量 既然如此 用得着把兵搬到城门口吧 不 这 前几天我们送来的劝表 你们看了没有啊 诸位 还是请你们到里边说话 请 请 请 汉军自创立以来 一直以天柱将军为尊 不知 今日 朱将军为何要推力三将军刘秀呢 咱们是繁忙兴汉 当然要推力个流姓的人来当皇帝 刘秀不也是汉氏东亲吗 朱伟将军欲推力汉义 真是后勤可感啊 不过请朱伟将军不要忘了 天柱将军不也姓刘吗 既然是大家一起推力皇帝 那么汉军当拥天柱将军为主 那可不成 我们觉着刘秀比他大哥强 你们这话是什么意思 就这么个意思 藏公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蛇姑娘 出什么事了 你少装傻 张某和承担他们把自己的人马 都调到城下了 那他们怎么不叫上我啊 叫上你 他们是去闹事的 那他们人呢 到城里府衙去找天柱将军了 我去找他们 你别去了 你放心 我去把他们拉回来 我不闹事 既然你们几位 执意要推理三将军为尊 我也没话可说 不过 我这里有三将军留下的一封信 他也要推理天柱将军 不行 你们就看看吧 这真是刘秀写的吗 不对 刘秀是被你们逼走的 他根本就不会写这个 笑话 三弟和我是义乃同胞 他是替我去联络赤梅军去了 有什么逼不逼的 要说逼 是你们把他给逼走了 这话什么意思 就要问你们了 你们联名推理三弟 想让我们兄弟不合 居心何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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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